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叹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 好 请看幻灯片 这是桑叶金社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那这个《华言经观自在章》是非常殊胜的寄送 各位可能对普门品的寄送比较熟悉 但是呢 也希望你可以考虑把这个作为你日修的功课 事实上观音菩萨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一样看第一列 念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合掌三称 接下来念祭送 祭送慢慢念 上一次我们念过 然后念到第七页 然后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三称 再念往生咒三遍 接下来我们就会静坐 好 请看幻灯片 这是桑叶金社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那这个《华言经观自在章》是非常殊胜的寄送 各位可能对普门品的寄送比较熟悉 但是呢 也希望你可以考虑把这个作为你日修的功课 事实上观音菩萨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一样看第一列 念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合掌三称 接下来念祭送 祭送慢慢念 上一次我们念过 然后念到第七页 然后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三称 再念往生咒三遍 接下来我们就会静坐 好 请合掌 好 请合掌 好 请合掌 发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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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修夺其余一切诸 再一秒眼影共证他 大致知会生如还能与 众生中平等大悲同意 唯一知同缘不久 众众苦难皆笑 灭菩萨最深深度 礼法佛达的目 难有难看皆遇到 海灵大山望险者 动身者菩萨大明 问好月大悲观子 在云河我已为力 至于人生的能增赞我闻身 足够的无端无尽大悲 心灵萨是发起精进 请生我只会变藏 离我尽处于大中辉 以大勇猛而过 沉阳赞叹妙庄言 恭敬之辰 沉阳赞叹妙庄言 沉阳赞叹妇 沉阳赞叹妇 神处于众会无论 彼菩萨故事通灵 望妙色荣郎如菊 沉阳赞叹妇 之辑子 沉阳赞叹妙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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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得尊严超世主 装笔柳红传算相名如今 愿顶上风起若许迷 断言真若如初日 要洗尽雕色为妙仙书生 方光明依你路必坐下去 能领见这神话 喜妙神种种庄严相 众宝所寄入山 要吹上妙情 静意如云不险 不变色珍珠三道为交 落有如石珠妙夜 恒方今光不照明 亦如浪日 有空皆神色尽妙若即 山游如山伯家过去 一白银落尾 如白龙王环绕 神是珠首之妙夜 华瑟如上妙震 净避流离宝颖 为尽大滋味 礼领开发 诸国殿仁志 有不方光明有日轮 献献如载妙 高高山乡几谱 寻与一切与主儿归不渡 等黑色醉相几世 知或独爱彼此心寄予种种 诸为难中 故习福佐上 过一切空不已 是主以为大悲 心平等久彼众生 愿妙宝也是为神中 莲花之作词 百间妙福之作成 众妙的花所围绕 有几妙神光晴 终真身一耳珍旧 诸天忠忠相妙共 贤共参谈人共得 与尊仲敬 愉旨 愈尊一切妙库 愿满带楼 竹子公寄与之处 竹笼中长去妙是大鸟 王婆错山长守主公 众人如大海与风孤狼如雪 山若沙漠皆与来顿空不济 王无所求或欲最强 而本出众众为难 作禅之心一念大悲尊 如是一切无忧不 大世山王有动苦其苦有 几个位有凡王法所寄生中兴 福头与笔笔如过脑众生 等止心一念大悲尊 大悲尊家所写作故小主意 无忧安饮乐 仁义大悲清静 守舍去一念诸咒 神灵与一切难中我的物 又安饮乐 我尽赞他 仁天主最深为的大乡 望三度一说夜 仁天主世界 岂欲较与估众生 简 limit 喜乐宾当无缘情 愿与菩萨妙 今山一劫 朕就普与世方主 世界熄灭中 身险见心术如来无上 身不愿终身陷着 得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天堂大街里 天堂比里都波比 阿米里都西淡波比 阿米里都比加兰 天阿米里都比加兰 多切米里切切那 天堂大街里 沙坡 阿米里都比加兰 我们待会静坐几分钟 好 在静坐之前 我要介绍一下子禅修的重要 在上一次讲座里面 连续的六天 我介绍了五种禅观 第一个是观在你的肚脐 第二个是观在你的大宝莲花 第三个做大称的光明响 第四观佛三昧 我们取释迦摩尼佛为例 第五观四臂观音 最后我们就点灯圆满 这一次我会多介绍一下禅修 今天请看幻灯片 禅定是很重要的 各位联友都是多生多结 很有善根福的姻缘 作为三宝 你从初夏新开始归一三宝 学习佛法 文师修戒定会 从布施慈戒忍入精进 布施慈戒忍入精进 在座的所有联友 都是非常有善根的 我非常的赞叹跟随喜 但是啊 我也要鼓励各位 在止跟观上要多努力 止是禅定波罗蜜 虽然我这个不是禅心的讲座 但是在讲座之前 我都要希望你静坐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在家居室 或是出家的师父 现在的社会众生很忙 所以心也很混乱 从早到晚啊 你要面对的人事物非常多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心定下来啊 是不可能了解 愿解如来真实义 所以希望各位在止的部分 也就是禅修的部分 控制的念头呢 多练习 当然我的姻缘来新加坡 大概一年只来两次 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去参加南传 北传 或是藏传的禅修课程 禅修是非常深奥的 它也像菩萨道一样 有详细的道次第 我自己也非常欢喜学习禅修 尤其最近桑椰经社几年呢 会教士禅波罗蜜 我们也教中观 也教波忍 所以你心若不能控制的话 讲得白一点 活的时候啊 心很混乱的话 你断气的时候 心也不会很安详 所以练习自己的念头 看起来很简单啊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他要常常训练 第二个 观就是要学波忍波罗蜜 波忍波罗蜜呢 目前我只有讲过 金刚经破空论 你可以上网听 将来我会发愿 为众生讲 小品波罗经 我每天也读 普贤行愿品 跟很多经论 我也读 波罗经 我现在也发愿 在做波罗经科派 所以 希望我将来有福报 没有障碍 不会生病 能够会华人的莲友 讲小品波罗经 一般人各位读 星经跟金刚经 当然很好 可是呢 除非你是善根励志的 你听到一句话 就会开悟的 我想 在做这样的联用不太多 所以 你得很认真的学 小品波罗 大品波罗 乃至于大制度论 中论 十二门论 百论 以及现观庄严论 所以了解空性 你才真正会断烦恼 而出轮回 现在看幻灯片 我讲纸 这个是属于 印度教的图片 佛陀出现在印度 你专心听 还没有开始打坐 这个 我们的身体上 事实上有很多的脉轮 佛法本身也有讲这个 但是佛法没有特别强调 假如有机会 你到印度去看到很多的 印度瑜伽行者 练习Yoga 现在瑜伽 Yoga Activity 也是呢 全世界非常非常的兴盛 一般人呢 现瑜伽只是什么 放松身心 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 然后呢 身体病痛很多 可是真正练瑜伽 它是要调身 调息 呼吸 调你的心 佛陀在没有成佛之前 参访印度所有的外道的时候呢 还有他跟很多仙人求法过 事实上他学过印度瑜伽 而我们大乘佛法 有时候比较稍微不太重视 比如说打坐 坐太久 你也是要精神要动的 所以佛教徒除了吃素之外 也要把你的身体培养得很健康 可是很不幸的说 百分之八十 不论在家出家 好像都病奄奄的 对不对 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思考是什么呢 身体啊 就像轿车 虽然是假的 但是你的心 要透过身体的训练 你的身跟心啊 才会完全宁静 举个例子 你去跑步 跑完以后 你就觉得身体压力放松了 你的念头就很清楚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一三五击我去保步 二四六我去游泳的 来了华人的世界 哎呀师父这不庄严啊 庄严到我也那种病奄奄的 没机会跑了 我也忙得没有时间跑 可是你会看到西藏的人 西藏人大礼拜 还有西藏人也要修气脉明点 所以健康的身心 其实对你的修行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也不要呢 太过度于执着你的身体 要吃高级的燕窝 还要吃鱼翅 补的呢 越补越大洞 越补呢 你的烦恼越赤胜 所以过于不及都不好 我讲的重点是 禅修会让你的心定下来 当你身心放松的时候 心定下来的时候 气就会宁静 你的念头就会比较清楚 所以身体的确是有能量的 但是佛教徒呢 不要太强调这个 不要执着 不要看 哎呀 这个人你修得很好 金公 陈陈陈君 头很亮啊 对啊 师父的头也很亮啊 对不对 虽然我很瘦 但是呢 我的身体 其实很健康 是比较疲倦 但是呢 我讲经的时候 深如虹中的 所以一个人的精气神 道家讲精气神 佛教呢 其实也很重视禅修 真正禅修的人 身体一定呢 清新 寡欲 身体也要宁静 贪嗔痴就可以调服 甚至你按照南传 跟大乘的修行禅修的话 禅修是可以断你的烦恼 贪嗔痴的 所以静坐是很重要的 这是希望大家要重视 你修任何一个宗派 你要先训练你的心 你的心会跟你的身体相互影响 虽然我们 讲座要讲的东西太多 只叫你静坐五分钟 是希望你 Build a good habit 建立好的习惯 比方说你抽烟 对不对 不用人教 你就会了 赌博 对不对 学一两次就会了 学坏啊 三天就学坏 学好要三年啊 所以禅修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修任何宗派 六度波罗蜜 禅定波罗蜜是很重要 所以希望你不要排斥 老菩萨也是就说 不要说 哎呀 我很老啦 对不对 我只要念佛就好了吗 干嘛还学禅坐 错了 你禅坐学得好啊 你念佛的念力啊 更强 功德力是更广大无边的 请看 幻灯片 传统上我们从头顶 叫做饭穴 然后额头到喉咙到心肩 到肚脐到丹田 乃至到密轮 密轮就是指生殖器 这没有什么 佛要了理你身心 修不静观 你对自己的身体就应该了解 告诉各位一个笑话 今年我43岁 你知道我在看什么 我在看更年期的书啊 我看我老的时候 更年期啊 还有什么东西啊 现在呢 要扫糖啊 扫盐啊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丢脸的 当你到老的时候 你要了解你的身心 你才能够为众生做更多的事啊 是不是呢 所以了解自己的身心 是很重要的 你身心都不了解 你就看不到自己的念头 看不到念头呢 断气的时候 我投胎的时候 就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呢 有五个轮或七个轮 这个适用于印度瑜伽 也传到中国的南传 北传跟大乘的佛法 藏传佛教 这个闭关叫纳洛六法 也跟这个瑜伽有关系 所以你看看 佛陀所有的雕像 大部分都是禅坐像 这是前几年我去巴拉布都 好 看的 你看 佛头的雕像 为什么都是盘腿的呢 手接家福坐呢 表示禅定很重要 表示佛 二六十中 都在圣圣的禅定当中 当然有小乘的禅定 大乘的禅定 跟金刚乘的禅定 禅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大家最习惯的是 属习惯 注意呼吸 很好 修不静观 佛在阿含经说 若有圣地子修不静观 跟属习观 就可以从凡夫修到正阿罗汉国 若你去读大制度论 菩萨也修三十七道品 菩萨也修南传的禅法 也修大乘的禅法 乃至于我们现在读法华经 要修大乘的法华三昧 你的心也要很定 禅修不是只有禅中人才修的 事实上任何一个佛弟子 都应该很重视禅修 你看这张下一张幻灯片 佛在菩提家爷旁边 湖边 下大雨的时候呢 龙王来护法 他呢 就在昼夜呢 就在入定 所以 我们应该 你看 乃至于到中国的雕像 或是日本的铜像 都雕青铜的佛禅定像 佛当然有不同的手印 有五种禅定手像 那这个叫禅定印 所以 可见 我们要常常把自己的心 训练在定上是很重要 再看中国禅中 伟大的六祖慧能大师 你看他就成为肉身了 成为肉身要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简单的讲 身体呢 是不精进的 各位知道新加坡 一天也要冲三次两 马来西亚也是这样 我来这里也是 所以我想这边呢 水费一定不便宜吧 太热了 对 可是呢 中国古代呢 北方的人 大部分都修禅定 南方的人 大部分都讲经的多 为什么 因为天气跟人 还是会有影响 我们凡夫 还是受环境影响 所以天地燥热的呢 大家都喜欢动 动的话呢 对我讲经红法 拜散多 北方当然也有讲经红法 但是呢 他夏天讲经 冬天他就作产 乃至于节夏安居 也是昼夜精进的作产 昨天我给各位看五台山的照片 你知道五台山几乎一年呢 有三分之一到甚至二分之一 是冰天雪地 那山上的出家人做什么 禅修啊 念佛啊 念咒啊 诵经啊 拜经啊 乃至于超经啊 乃至于师兄弟坐下来 谈论佛法 所以 在家居是虽然很忙 可是要努力 我讲的真诚一点 也重一点 你今生若不修禅修 来生你还是不会修的 有些人是过去生就修禅修 他修一世 两世 三世 所以他一打坐 他就很欢喜 有些人呢 是一百世啊 他生生世世都修禅修 所以他一入定的时候 生虽然在这里 他的心啊 就可以看到天上 的确的 身心 他虽然可以结合 但是身心也可以分离的 有些众生呢 他一入定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到地狱 恶鬼畜生 三恶道的 所以禅定很重要 禅定的先决条件 要持戒 假如你破了戒的话 要忏悔 因为戒体不清净 是不容易入禅定的 所以你看 中国的六祖会能大师 就成为肉身 简单的说 透过禅定的定会功德力 禅定跟般若 把所有的身心的这个能量啊 从不清净而转为清净 就是成为肉身 肉身菩萨是很了不起的 台湾也有五六尊的肉身菩萨 我很赞叹 也鼓励 希望新加坡将来能够 不论在家出家 出一尊肉身菩萨的话 那会震动全世界的 你也可以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的 好 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 不管是大乘或是印度 或是中国的瑜伽师弟论 或是瑜伽师弟论 实际上应该念瑜伽师弟论 比较正确 因为他念Yoga 当然念中国念瑜伽也可以 就不要太执着了 然后呢 在西藏乃至于禅观 也是讲九祝心 所以我们 既然我们讲常随佛学 做佛的圣弟子 你就应该好好地学六度波罗蜜 你不可能只有前面的四度 然后纸跟关 你就把它丢掉吧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太可惜了 好 所以现在静坐几分钟 请注意力 专注在你的肚脐 以下三寸的地方 好 我再讲一个例子 注意听 这个方法也用于道教 也用于外道 但是注意听 方法不同的时候 结果不一样 专心听 举个例子 我现在在新加坡 要买机票回台湾 我同样出一笔钱 可是我若买的 不同的航空公司 服务就不一样 你可以买新加坡 或者China Airline 或Eva Airline 长荣航空 你会发觉 三个呢 服务的品质是不一样 Different quality 同样的 你会觉得道教也注意在丹田 但用的方法不同 所以他成为外道 他希望成为羽化成仙 希望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 可是我们佛教徒 注意听 学指观 学属习观 你要观你的身体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这样子你就会跟般若相应 将来你就会成为佛的 法报化三生的功德 所以我要说明的重点是 方法看起来一样 但是他用的内容不同的时候 结果是不一样的 了解吗 好 现在大家背挺直 身体放松 就观想你坐在莲花里 所有的呢 金明佛学社的所有的莲友 都坐在大宝莲花里 你的注意力 注意在丹田里 也可以注意在呼吸 把注意力放在丹田 感受到肚子一胀一缩 一胀一缩 你就注意就可以 你要不要加数字都可以 若念头飘掉了 你就再回来 这样静坐几分钟 背挺直 身体放松 你的衣领碰到了你的背脊 你就知道你的背是正的 不要去期待你会看到什么 重要的是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你认识的 现在国关于自宫 现在保持均匀 你手放松 致上 有个身体 都有 有罪 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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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坐在椅子上 假如你能够盘腿而坐 不敢单盘双盘的话 那你的念头会更清楚的 好 现在请看今天的经文 请开灯 请和长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济 好 请和长一起念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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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常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职 愿解如来 真实意 阿弥陀佛 各位联友 大家晚安 请翻开讲义 二十九页 第八行 以一 无量菩萨 海会聚集 请看幻灯片 昨天开始介绍续分 事实上 当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 尤其是大乘经论 不管华言 法华 般若 净土 所有一切大乘经论的时候 就像这张幻灯片 这是西藏的壁画 释迦摩尼佛坐在非常庄严的宝座上 当然每个众生所看到的相貌是不同 南传人看到佛陀 只是印度的比丘身份 菩萨看到佛是坐在广大的庄严的宝座上 所以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个菩萨 右边一个菩萨拿法罗 白色的法罗 左边一个菩萨拿法轮 其实是地势天跟梵天 待会我会给大家看另外一张照片 这是藏传佛教的壁画 所以换句话说 佛讲经的时候是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海会围绕的 同样的佛在讲 大乘庄严宝王经 也介绍十方诸佛的大悲心的观音法门 六字大明咒的时候 所有的与其会大菩萨都也很欢喜 也愿意学习 因为他知道观音菩萨的功德力是非常非常赞 殊胜的 所以所有的初发心 以发心 九发心 所有的大菩萨 还是一样很愿意学 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教法 好 接下来请看几二诸天子众集会 昨天有介绍 我们地球从这边往上数 第一层是四天王天 值得数呢 是有二十八成天 待会我会给各位看图片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 有讲到地势天跟大饭天 昨天比较匆忙 请看下一张幻灯片 我好不容易拍到 我很赞叹 很惭愧 这一生我出家的时候呢 去了世界十九个国家 感谢三宝的加持 那假如你到了香港 大宇山就会看到 宝莲禅寺的大殿 这个佛像是非常特别的 为什么呢 它是按照 般若波罗蜜金雕的 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 坐在大宝莲花上 右边长胡子的 就是地势天 左边带宝盖的呢 就是大饭天王 所以这个大殿 是按照般若金而雕的 因为佛在讲 摩赫波尔波罗蜜金 或讲金刚经跟心经的时候 有很多了不起的圣弟子 其中一位就是 人间的须菩提 跟舍利佛尊者 而在天上呢 没有献出家众 但是是佛的在家大弟子 修持等于大的菩萨一样 就是地势天跟大饭天王 常常请教佛 很多波尔波罗蜜的问题 而且佛在讲波尔经的时候 每一层天 我刚才想二十八层天 二十八层天 每一层天 有十万天子 都飞到地球来 用香花灯果竹 赞叹释迦摩尼佛 而听佛多讲经 所以同样的呢 这个大乘庄严保王经的法会 所有的天子啊 也都听到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他们很多人 也修观音法门 在六道轮回里面呢 大家都修学过观音法门 所以他一样呢 当佛讲 大乘庄严保王经的时候 他们也一样来的 好 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 几三龙王眷属集会 我的想法是 从二十九页到三十页啊 很抱歉 我不会一个一个自念 我会讲 这是十类的众生 接下来我要讲六道轮回 修无常 跟知道轮回之苦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当然 假如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上网查佛学词典 希望你不要介意说 为什么师父就是 只是念过去 不详细讲 那一个一个龙王都要讲的话 可能要讲到明年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有几三 有百千龙王 Dragon King 接下来 第四类呢 叫做 钱达婆王眷属 Gantava Kings 就像我们在读经的最后 钱达婆 阿修罗 加罗罗 井纳罗 摩侯罗 且人非人等 就是各式各样的 龙是畜生 注意听 龙 中国人很喜欢龙 对不对 天子称为真龙天子 或真命天子 其实龙是有福报 但龙的脾气不太好 我在Part 1讲过 我们中国人都认为什么 自己是龙的传人 所以华人脾气是不太好的 西藏人认为是猴子的后代 后面大神庄严宝王经也有讲 观世音菩萨要度西藏人的时候 是观音菩萨化成美猴王的身 然后跟猴子交配 然后变成西藏 所以西藏的人很聪明 但是猴性很急 蹦蹦跳 很不容易得定 所以民族性是有关系的 所以龙是代表 过去他修很大的福报 但是他称心很重 成为畜生到的众生 那这些龙王 事实上过去都是佛弟子 那有些是的的确确成为夜报生 而成为龙 龙有很多种 有天空的龙 有山中的龙 也有水中的龙 也有大海中的龙 而龙的这个族群里面的 Leader 龙王啊 Dragon King啊 大部分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因为他要去度这些人 你知道吗 人很难度 鬼也很难度 因为鬼的称心很强 他的烦恼比我们重 龙啊 是很难度的 因为呢 龙呢 发火的时候 动不动呢 就是什么 喷火 对不对 所以古代跟现代 跟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想 有没有龙呢 答案是有的 或许你没有看到 它在不同的空间 所以或许 不管你有没有看到 恐龙的化石 这个地球上的确有龙过 而且在不同的时空 的确有不同的龙王 好 接下来 这从 几三几四 钱大婆 锦纳罗 翻过来 到三十页 第六 天女 第七 诸龙王的女 龙王女呢 有些是他太太 或是他儿女 是female 第八 叫钱大婆女 第九 锦纳罗女 乃至于到第三十一页 请专心听 你要做简单笔记可以 不要急 你不要急得心很急 哎呀师父太精彩了 我每一个字都要抄 到时候有dvd嘛 你专心听懂比较重要 好不好 第一 了解了六道轮回 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 你会常常想到鬼吗 你会想到天上的天人吗 其实六道轮回里面 你常常最想到的是谁 你的老公跟老婆 还有你小孩 还有呢 出了门 嗡嗡嗡嗡 狗 喵 猫咪 所以在六道轮回里 其实你常常想到 只有谁呢 你的家人 以及畜生到的宠物而已 其他的呢 你当做什么 装作看不到 可是佛教要度六道众生 尤其今天我们要学 大悲观音法门 第一个 你的心量要开始转变 你要知道事实的真相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人而已 而佛法解决的也不是只有人而已 当然佛是诞生在人间 你知道天上跟人间最殊胜是什么吗 可以学习佛法 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有时候看到一只狗 在新加坡 看到各位的宠物的狗 或动物园的 在台湾也有一些流浪狗 当然新加坡管得太干净 可能小狗跟小猫都没有看到 因为都被抓起来了 可是当我看到狗的时候 我会流眼泪 我会为他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为他念六字大明咒 我就会观想 假如我现在是一个狗的话 我早上起来会念 普贤行愿品吗 答案不会 因为找不到 普贤行愿品的经文 他早上起来只想吃东西 动物只想繁殖 而且生存 所以多如为畜生道 是没有学习佛法的因缘的 所以为什么 天上跟人间很殊胜 是因为天上跟人间 尤其人间 苦跟乐都一半 所以你看幻灯片 你不觉得人生很孤单的 像一艘船吗 假如你今天没有学习佛法 又没有良师 又没有义友 那你不是真的很孤单吗 答案是真的很孤单 所以中国人讲 自古圣贤多寂寞 他那个寂寞 不是像普通的寂寞 而是找不到跟他一样呢 共同来分享真理的这个朋友 那你说老公跟老婆 跟家人跟小孩子 每天在一起都很快乐吗 也不见得吧 看气味的时候 牵手的很甜蜜 吵架的时候 摔东西也是很凶的 对不对 小朋友跟爸爸妈妈 怂气的时候 你也会很难过的 所以一般的在家居时 注意听哦 除非你是很好的佛化家庭 你若不是佛化家庭的 其实你的家人呢 是善恶的业力 一起来投胎的 有快乐的经验 其实也有痛苦的经验 为什么 因为业 烦恼 跟习性 所以你想啊 人生很孤单 来的时候呢 是一个人来 走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 夕阳夕下 你去哪里呀 其实没有人知道 当然佛菩萨知道 问题现在 我们既然要学习佛法 起码 起码 要努力到什么呢 第一 控制自己的念头 第二 我将来投胎 我要去哪里呀 我自己可以决定 就像呢 你要到新加坡机场 你有足够的钱 你可以买票 去不同的国家旅行 这个才叫做 真正佛法 有修持 与证悟的功德力 这个是其他宗教 都所没有的 希望各位要努力 接下来 你会感觉 从早到晚 你的念头呢 心乱如麻 像瀑布一般 对不对 有时候你知道呢 脑筋里 哎呀 我对人要很客气 可是呢 一碰到不高兴的事情 你的脾气就起来了 嘴巴呢 就叉叉叉就出去了 叉叉叉就三字经嘛 师父不太适合说 尤其这是佛堂 对不对 尤其我们的恶口 也就讲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 其实很难控制 自己的心 就算你知道说 哦 不要发脾气 不要发脾气 可是你的习气 还是发了脾气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很强的 修持的功德力 调伏你的心 接下来 假如你有福报 归一了三宝 你就会解释说 在茫茫的大海当中 有粮师 有义友 同参道友 在大海当中 有人一起同骚一发船 所以归一三宝 就像在茫茫大海中 找到一张 有殊胜教法的船 让你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归一三宝 真的是有它的功德 甚至归一三宝以后呢 你真诚如理如法的 在三归一去做的话 你是永远不会堕入 地狱恶鬼畜生的 甚至呢 幸运的话 你求生极乐净土 幸运的话 你往生观音菩萨的净土 若不幸运的话呢 没关系 慢慢修 对不对 你还会遇到下面一尊 弥勒菩萨 你也会听闻佛法 所以你想想看 释迦牟尼佛 因地里 雪山谷行六年相 佛陀一生呢 生命啊 昼夜啊 都在精进的修持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什么东西很重要 我可以告诉你 体力跟精神是最宝贵的 不论在家出家 你每天都要煮饭 煮饭很辛苦 到了寺庙以后 就是师兄弟轮流煮饭啊 你就有多一点的时间 可以修持了 对不对 那在家居室 虽然很难得 出了家 现在的出家中 也很忙啊 所以在家出家 都不要空过一生啊 对不对 你有足够的时间跟体力 就应该好好的修持 诵经 听经 文法 做利益众生的事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这辈子到底 做过为多少众生 利益的事情呢 想一想啊 其实我们一生啊 吃喝玩乐的很多 杀到阴望久 偶尔也不少吧 所以要 大家要这么 这么喜欢拜灿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雪山苦行六年啊 我非常喜欢这张图片 我有很多图片 这是one of my favorite 我看到的时候 这张写的 释迦摩尼佛 都在山上雪山苦行六年 那就鼓励自己 你真正用功六年过嘛 不要说六年 六个月呢 不要说六个月 六星期呢 可能六天 门都没有啊 那你当然知道 佛道无上很难成的 好 接下来 讲这一段 十段 对不对 无量眷属句 句的是什么 我们要先知道 轮回事实的真相 请看 这是西藏的六道轮回图 我换了另外一张 西藏人很喜欢用这个图 来提醒自己 轮回是很苦的 所以西藏很多仁波切 或者拉玛 有时候在佛堂 甚至在自己的床旁边 就挂一道六道轮回图 我在商业经社也建议 连有呢 如果混得太凶很懈怠啊 或常常忘记佛法 应该挂一个六道轮回图 前面放一张佛陀雪山古形象 就会提醒你 事实上啊 我们呢 生生世世都在六道旅行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一放假的时候 也都会啊 想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有人订机票去欧洲旅行 法国巴黎或德国或意大利 有人呢 就坐了飞机到印度 菩提加也朝圣 有人呢 就到呢 这个日本东京或韩国去度假 有人呢 到巴黎岛去度假 好 大家很开心去旅行 旅行回来 结果呢 得到什么 有些人得到快乐 有些人呢 造了很多恶业 半夜 蹦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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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呢 就感 哎呀 我又来拜大飞灿了 你看 我们凡夫是很难控制自己的 你虽然出去旅行 可是很快乐 很放松的同时 虽然你跟你的家人 分享在一起 但是你的心 还是经不起外面的诱惑 你还是造了 有意无意 很多恶业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旅行 我们的念头也在旅行 我们的生生世世 也在六道轮回旅行 当你若真的很认真的修指跟观 透过指观的功夫 突破时空障碍 你自己就会看到你的过去生 就像看录影带一样 你才知道 我在天上住过 我也在人间玩过 其实我们也在地狱 恶鬼畜生受苦过 每一个人都是 包含我 释迦牟尼佛在讲本圣经的时候 他也墮入过地狱恶鬼畜生 但是他跟我们一个不同 注意听 有很多的不同 第一 他的出离心很强 第二 他墮入到畜生道 做狗跟猫 他都还有菩提心 去帮助其他的狗跟猫 可是我们人就不同了 我们有时候做人的时候 人与人还相互自相残杀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轮回受苦 那请问 再讲得更真诚一点 各位老菩萨都超过五十岁以上 六十岁以上 那请问 你从出生开始 从小的认真的念书 再来 后来男生当兵 女生呢 找工作 男生女生都成家立业 也生了小孩 然后呢 你也呢 照顾小孩 也买了房子 政府主义也买 这所有的苦 你都吃过了 为什么 成佛的苦 你却不敢吃呢 他修行呢 叫你呢 打坐呢 半个小时呢 十五分钟就绕跑了呢 念经呢 还有人连友跟我讲 哎呀师父 你每次讲得都很好 越念都越长啊 你的功课都越来越多啊 那你想想看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真的用功的有多少 老实说 就算你很用功一天啊 在家居是用功四小时啊 四小时跟二十四小时比 四比 二十四小时才一比六而已 四个小时里面 有两个小时是打妄想 一个小时正念分明 一个小时注意听 跟你一声来比的话 才是弹指的一秒钟而已啊 你说你真的很用功吗 不错了 不过呢 比上不足 笔下有余 对不对 比起我们不学佛的外道连友 各位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我很赞叹你 可是你要比正阿罗汉的 整大乘的菩萨道 恒河沙树的菩萨来比啊 还有中国很多的 这样邦韩 现在东南亚很多的 大乘的善知识来比啊 我们还是差很远的 就像我昨天比喻 孟三老和尚 十六岁童真出家 他用功了八十年啊 所以各位真的要精进精进再精进 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很短 请看下面换灯片 接下来就看到我们住的须弥山 一个日四大部州 须弥山是什么呢 一个日跟月这样旋转的地方 所以答案不在地球 不是在喜马拉雅山 我讲结论 学术有很多考证 答案呢 须弥山是在太阳银河系的外太空 日月旋转 那我们住的叫南方 叫南瞻部州 因为北方呢 长寿天的人士呢 寿命太长了 除非要有善根 不然很难学习佛法的 所以我们住的地方叫须弥山 然后一个日月所环绕的四大部州 我们住在南瞻部州 请看 南瞻部州里面呢 现在你看到的图片是玉界天 其实我们有玉界 色界 无色界 什么叫玉界 简单的讲 大家就是要吃饭跟睡觉 你有五玉六成的这个需求 你一天没有睡觉没办法 我们就是凡夫 你看到呢 这个异性呢 你就心 泼泼泼泼泼泼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世界的众生呢 最难的呢 就有五玉六成的烦恼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所居住的上面第一层天 四大天王 中间有三个 拿宝盖的 就是四大天王 上面的玉界天呢 兜率天 就是弥勒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住在玉界天里 所以要能够亲近弥勒菩萨是很好的 所以我也公开赞叹弥勒菩萨的法门 上一次在佛教青年红法团讲法华经地二十八品 我就公开赞叹 普贤菩萨跟弥勒菩萨 所以这个世界若你要修弥勒法门求生 弥勒菩萨也很好 但是要很用功 你才能够进弥界的兜率内院 接下来色界 色界的人呢 就是五欲比较淡 他还是有形象 而且他的相貌都很庄严 而且他们都能飞 身上都有花 而且都有莲花宝座 无色界的众生呢 没有形象 只有念头 所以念头 他安住在禅定里 所以这是我们修的南瞻步骤 所以你看弥勒菩萨是当来下身佛 所以任何一个佛教徒 注意听 你应该感恩释迦摩尼佛 也要赞叹下面一尊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为什么呢 答案是在座我们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人比弥勒菩萨先存佛 所以你应该礼敬弥勒菩萨 就算修净土的人 也要赞叹弥勒菩萨 你读普贤行愿品 一往生意 去西方极乐世界 一刹那之间就见到 阿弥陀佛 文书势利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等